1500万是林佑昌兄妹 每天都在网路上散播不食妖女 她的妹妹 她有一个主要工作就是每天骂我 基隆东岸商场产权之争 演变成前后任市长之间的正式攻防 对于谢国良频频指控他任内 刻意不登记产权转移 林佑昌反向对方 合约看清楚一点 原契约找出来看 什么时候要进行产权的一个移转呢 是在这个契约届满后 不过在我的任内 因为这个厂商他都在合法的经营的期限之内 这个契约并没有借 依照我们五年加三年加两年的这样子的契约的设计 他其实后续还有两年的优先契约权 在我的任内本来就不需要去进行所谓的产权的移转 那基隆市长所作所为不符合社会的期待脱续 我想这个丢的是所有基隆的人的脸 林佑昌的说法一变再变 他就是怕OTB案被侦办 所以才转移焦点 双方护控对方转移焦点 但谢国良不等法院判决下来 就动用警察权破坏门锁 强制点销是事实 Net从一开始登报要求是否认错 到后来无奈 为了这阵子造成的社会纷扰 自己先主动向国人致歉 Net自己也是受害方 为什么他要去道歉 既然大家都是受害者 不要互相攻击 在1月31号的晚上 谢市长亲自主持过两次的应变会应跟沙盘的推演 只是警察进行行政的一个配合 谢市长也有责任跟社会和所有基隆市民来做说明 对市府强闯 Net日前已经提告 基隆地院也进入审判程序 东岸商场招标争议 议会也排第一案 紧盯谢国良要他好好交代 明日新闻综合报道